就在这个时候 警报声突然响了起来 他妈的 早知道打混了这几个祸 刘古时抱怨 林凡则是无所谓 行了 现在我们是救人为主 其他的事情先不要考虑了 这一层有几个大包间 林凡刚刚准备挨个的去找 就看见楼梯口来了十几个保安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领头的人话音刚落 一群保安立即把林凡和刘古时围了起来 最先站出来的 不是那个领头的 而是领班 他是这一层的经理 看模样就不像是什么好鸟 他冷冷地说 这地方 可不是你们这种收破烂能来的 知道吗 还敢打伤我的手下 经理一边说话 一边从身后的人手中 拿出了一个棒球罐 这边的吵闹声 惊动了来往的众人 他们可都是非富即贵呀 显然 能在这里闹事的人可不多 所以 众人也都是驻足在这里观看起来 他们对着林凡 指指点点 仿佛这种地方 就是他们这种高贵的人所在的场合 林凡这种人连来的资格都没有 抱歉各位了 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一会儿每个包间再送一瓶洋酒 希望各位玩好啊 经理说完 甩了甩手中的棒球罐 用极其挑衅的目光看着林凡 这地方是谭台家的产业吧 林凡面色如常地问 有呼 你还知道是谁的产业 你倒是有点见识啊 经理说完 众人哄堂大笑 在这地方 不少女人穿得极为暴露 在他们审视的眼光下 林凡好像真的成了屌丝了 行了 别给我屁话 这张黑卡是谭台老爷子给的 拿去看看吧 说着 林凡把一张黑卡甩在经理的脸上 这人先是一漏 然后就像看傻子一样的 看着林凡 他妈的 你当我是白痴吗 我们这里最高规格的只有白金卡 你给我一张黑卡 这是你自己找小作坊做的吧 众人再一次起哄 这种奇葩的骗子见得多呀 但是比林凡这种更奇葩的确实没见过 你现在也是让我觉得有点意思了 按照我的脾气直接爆打你一顿 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 林凡说着 拿出电话 当着众人的面拨了一个号码 这一次众人再次被逗乐了 大唐经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 嘿嘿 好啊 大家既然想看热闹 那我们就再等一会儿 我倒是想看看这人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看刚才那架势 他好像能叫来谭台家的族人 咱们拭目以待 他们把林凡围住 就像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 十五分钟过去了 可是林凡叫的人根本没来 经理显然意识到自己好像是被耍了 先给我把他拖出去 这小子他妈居然敢耍我们 保安二话不说 围上来准备动手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 楼梯口突然进来了一群人 为首的居然是谭台家的门主 谭台燕 后边两个赫然是他们的儿子 再往后去全是一群保镖 这架势把经理吓蒙了呀 别说手里的棒球棍了 就是站都站不稳 原本想看热闹的众人 见到这个架势 开始畏畏缩缩地往后退 林凡却冷冷一哼 都给我站住 不是喜欢看戏吗 今天就看个够 谭台燕一听到林凡的话 吩咐手下守住出口 众人愣是被这些保镖给逼回来了 呦 哈哈 林凡小友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玩了 也不知道提前打个招呼啊 哈哈 谭台燕陪笑 林凡耸了耸肩 你给我的黑卡被他收了 他说是假的 谭台燕的脸色瞬间一变 扫了一眼如死狗般的精力 嗯 先给我把他拉下去 一会儿再收拾他 然后谭台燕又说 小友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跟一个打工仔见识什么呀 啊 对了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其实还是真的有点事 要不还真不可能随便地 把谭台燕叫过来消遣的 这个超级VIP一共有三层 包间一共有十五个 要是让林凡这么一个一个地 找下去 那得到什么时候啊 林凡就把这次来的目的 说出来了 很快就从车库的监控里 调出了这些人的车牌号 接着就是他们的包间号 这才知道 这种超级VIP根本不在这栋楼上 而是在隔壁的那一栋 林凡也不废话 跟着工作人员杀向了那个包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